搞定了 哇 哇 哇 嫁得出了 好厲害 現在是不是很骯髒 這個充滿著西式氣氛的節日 就和大家做幾個不同的意粉 Let's go 芝士這裡有很多種 這隻巴馬臣芝士 就會比較容易的 煮東西吃的時候 搞定 快點 終於買齊了的東西可以開始了 今天我要挑戰五款我們經常都會吃到的意粉 除了煮芝士之外 還會有胡蝶粉 開始 先煮熟意粉 煮意粉一人份量大約75g至100g 大約是這麼多 數一下 大約50 50條就是一份 然後就煮熟意粉 水滾 首先要加些鹽 最喜歡玩這個 天女炒花 煮意粉 如果要再和醬汁煮的話 就要跟著包裝盒上的指示 再減三分鐘來煮 那就剛剛好 好了 這個意粉也很方便 一點點橄欖油 這樣就不會混在一起了 然後我們不要浪費用這鍋水 然後煮熟了這個 蝴蝶粉 因為它要13分鐘 蝴蝶形狀 非常之簡單的 炒熟了豬肉 洋蔥 再加些茄汁 就是肉醬意粉的肉醬 很棒 很棒 洗乾淨 啊 我把鼻子都倒進去 怎麼會這樣 就是這樣 嘩 洋蔥有很多水分 所以會炒 差一點 不是有黏粉 很棒 輕鬆煮完肉醬意粉 到這個蜜魚汁意粉 秘訣就是在這包現成的蜜魚汁裡 那就不用煩了 直接下去就會變成黑漆漆的意粉 如果傳統方法做蜜魚汁意粉 就要買蜜魚的時候 可以保持蜜魚汁 就可以做到黑漆漆的意粉 買這個冰鮮蜜魚 很棒 它有這個 章魚仔 很香 魚鬚 可以說是整條魚都可以看到 嘩 撕起一點點 章魚仔 我們待會放在表面 好 意粉 黑漆漆漆 黑漆漆漆 嘩 嘩 嘩 好像天生就是黑色 搞到它 幸好 我有抽起一點點蜜魚仔 現在變成黑色了 嘩 好黑 另外我有點懷疑 是否真的可以吃 好 搞定 好 好像用了四十年 好誇張 嘗嘗 洗一下 洗不洗得了 糟糕 糟糕 你出不屈的 可以 我可以用寫字 OK Carbonnara Carbonnara 最重要是醬汁 醬汁最重要是比例 根據食譜的記載 蛋黃和忌廉要一比一 那就會剛剛好 嘗一嘗 你的蛋黃 是否差不多 少許可以 搓乾 非常喜歡 好 炒香蒜頭和乾蔥 然後就可以加菠菜了 秘訣是炒的時候加少許糖 就會很嫩和沒有苦澀味 這是我在外國交換時學習的 然後要令它濃稠 就是加芝士 多一點也不怕 嘩 哇 真棒 看到它好像有那種濃稠的感覺 是那種味道 最後就到蝴蝶粉了 平時冰鮮三文魚腩 是要刮皮的鱗 但因為這次我只要一些肉 所以我就沒有特意刮鱗 平時記得要刮鱗 否則整個口都是魚鱗 搞定了 現在試吃一下 這個就是雞肉菠菜忌廉意粉 很好吃 剛才吃過醬汁的時候很好吃 雞肉我這次選了雞扒就會很滑 為什麼我這麼厲害 為什麼我這麼厲害 然後這個很有趣的蝴蝶 好可愛 我喜歡吃雞肉菠菜忌廉意粉 好像吃一口粉 三文魚挺夠味 這個醬汁其實可以用來混合雞肉菠菜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自己唯一失敗 唯一失敗的這個Carlonara 失敗的點是我覺得我放得不漂亮 其實味道是有的 但口感是怪怪怪的 不要緊要了 下次再試一下 接著就要試這個 這個 我覺得問下去有點怪的 我先吃了自己的魷魚 放在這裡 先吃個魷魚 爽口夠味 用這個挑戰 有什麼方法可以吃到我嘴巴這麼骯髒 我現在是不是很骯髒 其實有挺好吃的 但是 和你平時餐廳吃的有些不同的一個味 不過如果你懶 都見得嚇人 這樣 終於 拜拜 記得按讚 記得按讚 訂閱 按讚 分享 拜拜